如果你剛開始接觸自由重量 啞鈴地板臥推真的非常適合你 它能透過地面的限制範圍 降低動作難度 也替未來進行獨立訓練打下扎實的基礎 今天要帶你了解它的好處 一步步解說動作細節 並點出常見的動作問題 也一定要看到影片最後 了解如何在臥推時運用一些小技巧 同步訓練你的核心肌群 HELLO 大家好 我是ERICA 教練 我跟YUFI會在這一系列中 帶著你一起學習胸部訓練動作 之前已經分享了各種練胸的好處 幫助你跨出胸肌訓練的第一步 也為女生們破除不敢練胸的迷思 如果你還沒看過上一集 機械式上斜胸推 可以點這裡觀看 今天我們要更進一步 帶領你使用自由重量來訓練胸肌 說到最常見的胸肌訓練動作 你會想到什麼呢 大多數人可能會想到啞鈴或槓鈴握推 不過對於第一次接觸自由重量的你 我們推薦動作模式相同 而且更好上手的啞鈴地板握推 它因為有地板作為活動範圍限制 可以降低動作難度 對於初學者來說 是一個非常友善的練胸動作 也是進入完整版握推前的最佳選擇 除此之外 因為啞鈴地板握推是使用自由重量 動作路徑能自由主導 可以提升肩關節的控制能力 進一步增進肌肉的協調性 並培養進階訓練動作的基礎 也讓你更精準地掌握胸肌的主要動作模式 像是胸大肌進行向心收縮時的水平內收 還有離心收縮時的水平外展 同時為了穩定全身 也能良好的訓練到核心肌群的控制能力 而且如果正在看影片的你 像YUFI教練一樣嬌小可愛 訓練時常遇到器材不符合身形需求 啞鈴地板握推也沒有任何身材限制 特別適合你喔 說了這麼多啞鈴地板握推的好處 現在就讓我們趕快開始吧 第一步 將啞鈴放置在地板上 坐在兩個啞鈴中間 第二步 雙手將啞鈴垂直放在大腿 第三步 彎曲膝蓋 大腿將啞鈴頂至肩膀正上方 第四步 下半身膝蓋彎曲 雙腳踩穩地面 腳與臀部為一個腳掌的距離 兩腳與肩同寬 第五步 雙臂垂直地面 手肘微微彎曲不鎖死 手腕中立 做出肩腕旋 這時候會看到肘窩微微朝向自己 第六步 確保脊椎中立 啟動核心 第七步 吸氣雙手慢慢往下降至地面 吐氣 胸肌出力帶動手往上推 值得注意的是雙手下降至地面時 從側面看啞鈴會對擊胸部下緣 手往上推後啞鈴會來到肩膀正上方 整個動作軌跡呈現一個弧形 動作結束後 彎曲大腿靠近身體 同時將啞鈴垂直地放在大腿上 順勢做直 將啞鈴放回地面才能起身 如果你剛開始接觸自由重量訓練 要特別注意的就是 很多人的手腕不是在動作中受傷的 而是在拿取與收拾器材時受傷的 所以動作一開始 從地面拿起啞鈴的過程 手腕也要保持中立 還有動作結束後 放回啞鈴時 不要用丟的或甩的方式 將重量放回架上 記得要在重量離手前 都要用手腕中立的方式保護網關節 第一個常見問題是 動作時手肘與身體夾角過大 造成肩膀以內旋的方式進行握推 可以發現肩膀也微微鬆氣 這樣的動作不僅使肩關節不穩定 也可能造成受傷的風險 所以在開始前 雙手一定要做出肩外旋 手肘與身體會自然出現45-60度的夾角 這樣握推才能在穩定的狀態下進行 第二個常見問題是 動作中前臂沒有垂直地面 導致往前推時動作軌跡斜斜往前 這時候多出來的利弊 會對肘關節與肩關節造成額外的壓力 而導致動作過程中不舒服 理想的情況是 讓雅玲在動作全程都處在肘關節正上方 並確保手肘與地面垂直 第三個常見問題是 手腕不中立 這樣的情況不僅讓握推時出現晃動 增加動作控制的難度 也因為雅玲無法保持在肩膀正上方 造成肩關節與腕關節而外的壓力 正確的動作應該是手腕保持中立 雅玲、腕關節、肘關節維持一直線 推到底時重量就能在肩膀正上方 力量輸出也更有效率 第四個常見問題是 當雙手下降至地板時 沒有控制好胸大肌的離心收縮 造成雙手快速落下 身體也無法維持肌肉張力 這樣不僅讓動作不穩定外 還會增加肌肉拉傷的風險 最好的狀況是 胸大肌離心收縮時 配合呼吸速度 去感受肌肉的拉長 也能更完整地刺激到胸大肌 假設你已經能做出正確的雅玲地板握推 就可以試試下面這個進階的變化動作 挑戰在握推的同時 鍛鍊核心肌群 姿勢呢跟剛剛的雅玲握推 完全一模一樣 不過最困難的就是 要把你的腳抬起來 讓你的髖關節跟膝關節 是呈現90度的 小腿再往下一點 然後大腿再往前一點點 好 就變成畫面中這個樣子 接著我們來挑戰 用這樣子的動作來進行雅玲握推 好 這時候你的身體為了要維持你的膝蓋跟寬 層間90度 你的腹部會有更多的等長收縮 所以讓你的核心會有大幅度的感受度提升 在動作過程中 記得要保持核心穩定與脊椎中力 背部與頭部服貼地面 並且避免在動作最後 因為肌肉疲勞不自覺等 想以腰椎過度伸展的方式 將雙腳維持在空中 下次練習雅玲地板握推時 就可以試試看這個巧妙的變化動作 影片看到這裡你有沒有發現 用啞鈴來握推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難 只要挑選適合的動作 再慢慢的增加難度 每個人都能使用自由重量來鍛鍊胸肌 接下來我們會準備更有挑戰性的練胸動作 如果期待的話先幫我們按個訂閱 才不會錯過未來的精彩影片 那我很好奇大家平常最喜歡 做哪些胸部的訓練動作呢 A. 機械式胸推 B. 機械式飛鳥 C. 啞鈴臥推 D. 福利挺身 E. 其他 或者有其他建議請在留言底下告訴我唷 這裡我們要再一次恭喜Erica 正因在WMBF多得音牌 好 來 這一集我們要集結了很多網友的問題 想要來問問Erica 那就由我來幫你們發問 第一個問題是由YWC網友 想要請問一下Erica教練 在增肌期跟減子期的課表安排 你會分別做出什麼樣的調整呢 關於增肌期跟減子期 最大的差別就是減子期有做有樣 增肌期有樣想到做一下 就還是會做啦 但是沒有像減子期一樣做這麼頻繁 增肌期就佛系有樣 對 佛系有樣 然後再來的話 最重要就是增肌期比較開心 一間自期來得開心 應該可以吃很多 對 可以吃很多 對 但課表上的安排其實是差不多的 就是不太有太大的改變 就還是一樣維持大概一週五到六練 那看情況 試情況然後給予大概一天或兩天的休息 那訓練上一樣就是 應該說背一天 肩一天 然後胸有時候我會跟背一起練 或是跟肩一起練 然後搭配一些小肌群 所以三頭二頭 腿的話我會練到兩天這樣 所以臀腿會練兩天 非常詳細 好 來第二個問題 一樣是YWC跟豐田煉魚 豐心 豐心 對不起 以及豐心煉魚 想要問的就是在引體向上這個問題 因為他們覺得用彈力帶輔助會有點進步太慢 然後他想要說是不是應該要改為上去的時候 離心收縮的方式來練這樣子會比較好一點 還是你有一些引體向上更好的訓練方式 彈力帶真的上不去的話 那你先用機械式的輔助先做 接下來就是也不要光只做引體向上 就是你像譬如說滑船啊 然後擴背肌下拉 那反手高位下拉 這些就是high roll 然後front pose這些動作 還是要去做訓練 我覺得都是一個不錯的去啟動 背肌的一個很好的訓練方式 這樣可以比較快找到你引體向上啟動的方式 所以要覺得說背的話 因為引體向上也是背嘛 然後背的各個面向都要去練到 對對對 對對對 OK 讚 接下來這個問題是我比較想要問的 就是你在比完賽的那一刻 那一秒那一瞬間 你最想吃的東西是什麼 都可以啊 不要 都可以 那你應該有清單 最想吃的東西 應該就喝奶茶吧 因為我為比賽 這次我借調任所有奶製品 鼎泰峰 鼎泰峰 對鼎泰峰是我最愛 然後再來 麵包 麵包 麵包我很想吃 雖然我比完賽第一樣吃的東西 就除了奶茶以外 其餘兩個都沒吃 我先吃摩斯漢堡 因為它就在隔壁 所以只要可以吃的 先吃飽 先吃 再說 第四個問題是 MING 這位網友想要問的 他是想要問說 在每天都訓練的情況下 要如何預防 以及避免運動傷害呢 身體排列在一個正確的情況下 去做訓練 然後不要一直去 就是狂尻重量 大重量 這樣子 就是你要在你OK的情況 你可以掌握的情況下去做訓練 如果不確定 你現在做的動作是否正確 可以趕快打開Youtube頻道 去找一下我們之前有講過的動作 這個詳細內容可以看一下 然後再去做動作 這樣子 就可以預防這個運動傷害這樣子 然後或者是 但是也歡迎大家來超核心找我們 專業的這個指導 能讓你避免運動傷害 來運動找我們 我們如果有尋賞過美課的話 你可以問我們 對 那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我們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請在這裡按小鈴鐺 訂閱按讚分享必開啟小鈴鐺喔 然後分享出去給喜歡健身的朋友們 也歡迎你加入我們的頻道會員 贊助我們做出更多更高品質的內容喔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掰掰